《封面人物》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田富珍 我是 Milk X 9 月份的封面人物 然後呢 Milk X 的朋友很貼心的 幫我做了出道十週年 然後有關於每一張專輯的問題 我覺得 哇 真的是好不想要回答 因為我想說 我以前每一張專輯的宣傳期 辛辛苦苦的走過來了 那些該說的都說了 欸 十年後這些債還來啊 還來啊 好 我就一一面對 一一面對 第一題 2010年 To Hebe 這張專輯 作為你的第一張專輯 對你的生涯和個人心境上的意義是什麼 To Hebe 怎樣專輯都已經說明得很清楚了 就是一張自己獻給自己的一個專輯 然後對我的心境是 當時是一個既期待又未知的一個 自己一個人單飛 然後唱自己的喜歡的歌 同時也好像唱給自己聽 也唱給大家聽 像一個自我介紹的一個專輯 自己幫自己整理現在狀態的一個專輯 讓大家聽到我一個人的聲音 然後喜歡的曲風 然後是一個新的篇章 新的開始 好 來 第二題 2011年 My Love 事隔一年就發第二張專輯 那時候就是覺得 Oh My God 好累 唱了這麼多的情歌 相信你對愛情有自己的看法 最近有什麼事情讓你覺得像極了愛情嗎 但我們這是9月號 那我們現在都在錄製的時候是8月 其實我們是走得很前面 但你現在9月會覺得我們走得很後面 怎麼已經退流行 我們還是在講像極了愛情 但沒關係 就是因為這個時事我可以聊一下 我有覺得有什麼事情讓我覺得像極了愛情 我覺得那天我有想到 我覺得染髮這件事情像極了愛情 假設你在雜誌上或IG上看到一個很漂亮的髮色 然後所以我們換了一個 找到一個最喜歡的髮色 最適合自己的髮型 就是煥然一新 很漂亮 退好色 染好 挑染 一切都在那邊弄了很久 然後心疑疑就覺得 哇 很喜歡 但過不了一個月 長出來之後 就是你的本色跑出來之後 你就要一直追逐原本的樣子 所以就要再退 然後再補染 再退 再補染 然後我就覺得愛情就像這樣子 就是你找到了一個覺得看起來很夢幻 很喜歡的對象 可是如果你當初不是用你自己的本色去面對的時候 你就要一直掩蓋 2013年渺小 我們知道你是一個喜歡親近大自然的人 你認為大自然帶給你什麼療癒的感覺 那這一題我們如果扣回渺小 當初到冰島拍攝渺小 其實就覺得世界之大 然後身為人類非常的渺小 其實自己就像一個螞蟻一樣 然後就是讚嘆大自然的美好 我覺得 嗯 我們就像大自然的每一個生物一樣 就是 它可能有一個它花開花蟹的時刻 然後 你什麼時候蟹都有你自己的一個命運跟機運這樣 但是有你生存空間的時候 就好好享受它好好的珍惜當下 2016年日常專輯 日常的你是依賴家人朋友的嗎 有家人跟朋友是一件很溫暖的事情 但是不至於到依賴 2020年的旋日 就是今年的年初的一個單曲旋日 旋日這首歌是關於放下 你自己是如何面對 且放下那些難以歌神的情感 其實要放下說的簡單 但做的其實很困難 不容易 所以才會有旋日這首歌在訴說 其實我放不下的心情 然後我覺得放不下 就是當你痛到一個程度 或是就像燙手的山魚燙到一個程度 你已經沒有辦法握了 自然而然覺得痛就會 覺得燙就會放下 所以放下有時 它有一個它的時間點這樣 然後所以我覺得放不下 也不用勉強自己放下 但我覺得很幸運的事情是 我可以歌唱 透過歌唱表達自己放不下的情感 然後跟我一樣放不下的朋友分享 我覺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最後一題 演唱會終極預告 演唱會準備的怎麼樣了呢 是否可以和我們分享一個終極提示 到時候我們會看到一個 什麼樣子的Hippie呢 我自己現在也很好奇 但是我們已經陸續在籌備節目的內容 不管是舞台的軟硬體 歌單 還有一些歌曲有改編 當然新專輯的歌曲 我也希望佔很大的份量 可以放在新的演唱會裡面 因為新專輯就是我近期自己心裡 跟整個人人生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放在新的演唱會裡面 是再適合不過的 我們一起期待吧